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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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HA推选的中国电视剧百家制片人榜单中 有体制内从业经验的几乎达到100% 分别出自中央军电视剧制作中心 吉异湘军湖南广电 鲁军山影集团等为代表的各地广电系 制片人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部剧的精气神 因此其出处也打上了浓郁的地方色彩 也令电视剧市场呈现百花齐放的态势 山影电视剧制作中心主任王汉平 由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 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机构挂帅的电视剧制作单位 属于电视剧制作领域的中央军 在电视剧制作领域承担了名著改编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 红色经典改编等任务 题材决定论对于电视剧市场的良性发展 有嚼往过政治嫌 但对于落实到真正的创作上 央视走出的制片人们 从经验到对内容的把控 都有着更大优势 乔家大院总制片人 孟凡要四大名著影视化的过程中 不可忽略的一个名字 就是任大会 任大会 1983年加入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 同年《红楼梦》剧组建立 任大会与郑彦昌任全剧制片主任 1990年三国演艺剧组成立 任大会担任总制片人 并邀请到王府领导演再次指导 1996年《水浒传》剧组成立 任大会还是总制片人 四大名著的翻拍还在继续 当年开山的经典制作 1990年有生 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著名制片人 任大会中 《纸片人于胜利》 也是中央军会下的重要代表 2001年至今 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档播出的 约300部电视剧中 在收视绿排行榜上 七代表作《大宅门》 李小龙传席 天下粮仓占了三甲 分别排名第一 第二 第四 2005年 七代表作《大宋提刑官》创下一部电视剧 连续四周超过新闻联播的 央视历史记录 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著名制片人 于胜利制片人领域中 另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是电视乡军 与如今湖南卫视主打青春 娱乐的厉台之本不同 在电视剧制作领域 湘军同样有着敲响黄中大吕之力 刘文武 吴义等人君 是电视湘军中的代表 二人的共同之处在于擅长男人戏 作品有血性 有激情 军人机密 是电广传媒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出品 刘文武任总制片人 吴义任制片人的作品 张碧指导 走向共和园班人马设置 在当年创下军事题材电视剧 两项国内第一 投资最大 筹备时间最长 耗资三千余万元 历史八年创作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是片人 高成生是片人 不仅要有资源 更要懂项目 懂市场 懂内容 刘文武学文 学出身 为了发挥历史剧创作策划的优势 在走向共和之后 再次将目光锁定在清末民初 这段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上 于是有了雍正王朝 乾隆王朝两部历史剧作品的诞生 走向共和制片人 罗浩无义 则在军旅战争剧领域持续深耕 士兵突击 我的团长 我的团 是两部足以卸进电视剧发展史的神剧 在以演习对垒为主要叙事模式的军旅剧创作环境下 士兵突击转向展现一个窝囊被成长为兵王的奋斗史 我的团长 我的团 则在一片激昂奋进的战争剧中奏响炮灰们的悲壮之歌 同时 这两部剧的共同点 是没有女性主要角色 这在当时的市场环境中 是逆逐流而行的生产方式 项目能否孵化成功 考验的不仅是制片人的嗅觉 更是执行的魄力 士兵突击制片人无义路均代表 则少不了如今的国剧门脸 正无阳光当家人喉洪亮 山影系出身 体制内的精力 令其具备一套完整的制片流程体系 闯关东 生死线 钢铁年代 温州一家人 父母爱情 战长沙 北平无战事等作品题材厚重 思想性强 七路地狱特色浓郁 有评价称 其担任制片人的鲁剧作品 串联写来可以体现一部中国近代史 正无阳光董事长侯洪亮 又不仅如此 侯洪亮还凭借狼牙榜 伪装者 如果蜗牛有爱情 外科风云等守正 还有创新的作品 被年轻观众昵称为侯大大 可见 能够驾驭辉红题材 也能适应市场需求 对于制片人来说是重要技能 侯洪亮制作团队 在如今的电视剧制作行业内是一只奇葩 团队成员多年来极度固定 导演 编剧成员高度集中 铜墙铁地 拆不散 打不烂 除了孔生 李雪 孙莫龙 剑川河等固定新老结合的导演外 编剧班底同样呈现年轻化 固定化的趋势 阿奈 猪猪 原子弹 海燕等 均是其反复多次合作的编剧 甚至是签约编剧 无乐传奇制片人蒋小荣 制作过无乐传奇 南巧机公英雄传 目复风云的制片人蒋小荣 通过作品 展现云南地区的民族风貌 国家机密 于无声处的制片人龙啸辉 则专注于国安剧的生产和制作 互联网与静下的公鱼手 和家欢阵地的优势互联网的兴起 及资本的涌入催生的网络剧的迅猛发展 从2014年网剧元年至今 短短四年时间 网络剧已经从短拼快的断字剧 迈向精品化阵营 网络剧的内容垂直化程度更高 分众特性明显 特别是行政涉案 孤装玄画等题材 在某种程度上 填补了电视剧播出题材的缺位 因此在近几年的剧集市场上 网络剧正对传统电视剧 发起一轮轮猛攻 网台之争呈现出明显的马太效应 笑于耳语花无缺制作人铁佛 左三在题材领域 相比于网剧 一路高歌猛进 传统电视剧更趋向于首饰 从前文中对百家制片人的作品书里不难看出 其实电视剧的成功是和家欢模式的成功 老少贤疑的大众化内容是形成电视爆垮的关键 电视媒体覆盖面高 引爆内容的传播优势依然还在 换言之 缔造出电视收视神话的传统电视剧制片人 在内容领域 依旧具有更大的优势 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制片人曹平 当然 视频网站拥有众多版权资源和雄厚资金实力的现实条件同样不可小觑 在当下的语境 台网共同主推的剧 才能成为最具现象级的作品 只有台网两端进一步探索台网联动合作的商业模式 实现电视媒体加网络媒体加制作方的三方 共同投资 共同制作 才有可能实现共同盈利 新立传媒著名制片人黄澜在这方面 推出大江大河 知否知否 应是红肥吕兽的制片人侯红亮 如以赚的制片人黄澜 豆泼苍穹制片人蒋小荣等 均已迅速反应 行走在路上了 原创内容 转载请附上公众号名称 ID 新剧观察 二维码 作者署名转载家群 请联系微信 1991-9942-4791-52016-557-2310-2862-774564-9778177-ZSHT6207 1791-610-52016-567-557-89 causes